网络上最近流传那么一段影片 一名货车驾驶到加油站去加油 没有想到这油枪却突然掉落 驾驶已要通报中油 以及环保局来要挟 要加油站帮他加满油 暗示想加霸王油 加油站员工把油枪放进加油孔 下一秒接过卡片转身过去 穿着红衣的驾驶 瞄了员工在转头看加油孔 人向前移动 突然整只油枪掉落 有民众就把这段影片po上网 怀疑驾驶想要借机卡油 网友说驾驶是有备而来 趁人不注意疑似用手把油枪拨掉 还说员工听到声响 跑出来看已经来不及 这名驾驶并威胁 要通报中油和环保局 如果想要息事宁人 就得帮他加免费的油作为赔偿 如果他是驾驶的 其实他就触犯到我们的公共危险 我们可能会做报警处理 但是因为影片听不到对话 所以没有办法辨别说法真假 不能断定驾驶蓄意把油枪拨掉 而加油站员工也说 油枪有防脱落装置 想要轻松得逞 恐怕没那么容易 他是拿小枪 所以他要自己去握住 他就没有 不然照理讲是要勾住这个 他会勾住这边 对勾住里面 其实加油员为了自保 习惯会全程在场 除了避免意外 也能防止战役发生 记得叶红鸿告出报道